大家好,我是小静 家里大伯是种苹果的 每次去他家,他给我的苹果都又水又甜 忍不住向大伯讨教来了挑选苹果的小技巧 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 第一,看苹果的颜色 这里看苹果的颜色并不是苹果越红越甜 我们要选择颜色分布均匀的 像这种一半是红色,另一半黄中淡绿 这种苹果一看就是没有成熟的苹果 还有可能是打了激素催熟的 像这种,颜色分布均匀 不是全红,但是红中带着黄 这样的苹果就是自然成熟的苹果 而且成熟度也比较高,所以吃起来又水又甜 第二,看苹果的纹理 我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要看一下苹果的纹路 因为苹果在成熟过程中会把表皮撑开,形成纹路 所以纹路越清晰的苹果,说明它的生长时间越长 糖分积累的越高,所以吃起来就越甜 反而像这种,苹果的纹路还没有形成 那种苹果,它的生长期就比较短 还没有形成纹路,所以吃起来味道也就比较寡淡 第三,看果旗 苹果的果旗其实就跟人的肚旗一样 苹果越甜,它的果旗凹陷的就越深 像这种苹果,我们称之为母苹果 果旗凹陷比较浅的,我们称之为公苹果 公苹果吃起来味道寡淡,并且带有一股酸味 第四,闻一闻 我们在购买苹果的时候,最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用鼻子闻一闻 成熟度越高的苹果,闻起来有一股苹果的香味 尤其是在苹果的头部,香味更加的浓郁 相反,成熟度比较低的苹果,香味就比较寡淡了 甚至可能没有什么香味 像这种苹果,建议就不要购买了 第五,摸一摸 有些人会挑选一些表面特别光滑,特别好看的苹果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要选择表面粗糙的苹果 表面粗糙的苹果,说明日照时间长,甜度就高 相反,越是表面光滑的苹果 它的日照时间短,像这样的苹果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甜 最后,我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 有一些苹果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光滑光亮 像这种漂亮的苹果很有可能打上了一层蜡 食用蜡可以起到保存保鲜的作用 但是有一些不法的商贩为了降低成本 会打上一层工业用蜡 工业用蜡如果我们处理不干净会危害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在清洗苹果的时候 最好加上一层食盐来搓洗一下 这样我们吃的会更加的放心 再者,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 苹果果盒附近的果肉我们最好把它去下来 苹果盒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青青酸 青青酸在人体积累过多的话 会导致我们头晕头疼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挑选苹果的小技巧 以及食用苹果应该注意的事项 大家都记住了吗 按照这个方法挑选苹果 保准又水又甜 觉得有用的朋友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